乐团在舞台上卖力演出 尽情演奏的姿态闪闪发光 近年来独立音乐兴起 音乐展演空间Life House 提供乐团及歌手现场表演的场域 让音乐人可以有个舞台发表自行创作的歌曲 由罗斯福路、温州街、丁州路 辐射至施大路所连接的温罗亭地区内 存在许多的Life House 长期关注台湾另类音乐文化的策展人罗悦权表示 温罗亭临近台大、诗大等学区 加上诗大国语教学中心的设置 聚集许多外国留学生 西洋音乐随之进入此地 Life House也开始生根发芽 Skang也是比较地下音乐史的那种地方 或者是地下社会 在诗大以前在诗大那里 还有叫Spin的地方 差不多90代中后开始有一些电影文化出来 所以就有一些放电子音乐的一些场合 然后就这个氛围就慢慢越来越起来 Life House蓬勃发展的时期 也逐渐形塑独特的文化 知名乐人昆崇白在90年代末从Life House发迹 他说到早期的独立音乐听众是一群明显与主流相异的群体 听团的观众自己有很多是玩团的 那个比例是蛮高 因为我们那个圈圈很小 那就是可能会有额外一些 就是他可能不是玩团 但他对读音乐就是很感兴趣 那那时候还不算是一个年轻人之间的一个主流的那种娱乐 娱乐消费行为 当时许多听众在诗大陆上的Life House欣赏完表演后 就会到对面的师大公园把酒演欢 会喝酒然后买摊饭的烧烤 然后聊天什么的 那个就是蛮有趣的 在网路科技尚未普及的时代 大型唱片公司掌握主流媒体的宣传管道 而Life House提供当时的独立音乐创作者一个舞台 能够演奏自创歌曲 以前的唱片利益非常大 一旦主流唱片觉得你可以投资 它会砸下你想不到的钱去 会让你在很多地方破坏和销售你的唱片 然而温洛亭一带的Life House 自2005年开始 却经常遭到台北市政府稽查 而带来不少经营压力 加上当地社区居民集体要求撤出的压力下 聚集另类文化的今年Life House 也因此被迫歇业 那边的居民已经受不了 就发生集体抗议 就他们开始驱赶所有的 比较吵 他们觉得吵闹的一些场所 像那时候有Russie 还有地下社会就这样子被被破坏 结束 作为独立音乐重要指标的Life House 正式歇业后 温洛亭地区的音乐展演空间 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金马导演苏哲贤 有感于温洛亭一带的Life House 繁荣时期 与他求学时期那份顽固 另类的气息正悄悄退场 适逢位于公馆的一间Life House 因为独更问题宣布歇业 开启了影像保存计划 就是在最后的时间里面去看到说 那些以前曾经 就是说在那边发生过的 独立音乐的事情 独立音乐的精神 那种精神层面 他们的思想 好像现在要赶快来拍 如今Life House 仍是温洛亭地区 独立文化的重要指标 即使随着时间流逝 环境有了许多改变 但依然会以不同的形式 成为温洛亭地区 独特的氛围与记忆 记者王震善 吴敬芳台北采访报道